有着乌龟壳却是鱼的身体 这项立体的雕塑 信民众讨论目光 除了立体的作品 平面的画风更多元 抽象画 水彩画等 不止用色鲜艳 主题也都相当不受限 那他们的作品相当有创意 也很吸睛 尤其一项立体作品 受到我们这边 中部地区很多民众来欣赏 都相当的有热烈的回响 民众会觉得说 这样的年轻人的想法 实在跟我们差距好大 他们有的天马行空的一些创意 那加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一些 那个艺术的一些资养养分 那把他这些作品呈现出来 给民众欣赏 那他们也很高兴说 可以到我们中部来 跟民众来做交流分享 国立嘉义大学视觉艺术学系 学生的毕业展 首次来到港区树中心展出 以未完成为主题 并以树苗 水彩 水墨等多元梅材 一共六十几件作品 来展现学生们的无限创意 嘉义大学他们是第一次 到我们这边来做展出 那除了有平面作品 有一些立体作品 还有一些板画 跟数位动画的设计 那他们是一个巡回的展览 在全国性的 那在我们港区树中心是第一展 港区树中心也提到 学生们年轻不受束缚 才能展现不受限的独特艺术特质 因此在即将踏入社会 将从台中开始巡回展 借用展览活动的方式 累积学生们的经验 展览至即日起到28号 欢迎民众来观看 未来的艺术新秀作品展 记者总部会台中场报导